哈喽 大家好 我是周 欢迎收看今天的积木玩具测评 本期是一期特刊 咱们今天介绍的是由第三方公司 JSTAR公司出品的一款积木玩具 就是钥匙战斗机 C Harrier 就是左边的这一款 因为这款的话 咱们前面已经测评过 就是由科别公司进行一个出品 那么他们两个的话 我们待会会进行一个对比 那么他们的这个差别的话 其实是特别多 那么第一的话呢 是他们的尺寸是完全不一样 这款的话呢 是我心目到中 这么一个完美的一个海耀 C Harrier 而这边这款的话呢 是有一点点实在是太小了 另外的话 他们还有一个就是美形度的不同 那么我觉得这边这款的话 别看是第三方的这么一个KRO产品 其实算不上是KRO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第三方厂家 进行一个设计 之前的话呢也没有这个原稿 那么应该算是一个第三方厂家 或者叫一个国产的一个精品货 我觉得美形度来讲的话 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 而这边这款的话 我觉得有一点点的小Q 那么并没有那么的还原 我们也会进行一个对比 那么他们主要还有一个区别的话 就是价钱的区别 那么这边科比这款的话 售价差不多是40美金到50美金 人民币的话呢 差不多是300块人民币 而这边这款的话呢 仅为100块钱 可能还不到 应该是98块钱人民币 包容某某达 那么还有什么自行车 这个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出色 要是战斗机的话呢 如果大家看过这个真实的谎言 应该非常的熟悉 那么在里面是这个 那么他的话是驾驶这个战斗机 是营救自己的女儿 并且把这个恐怖分子的话呢 是射向直升机啊 非常非常的酷炫 那么另外如果大家喜欢玩 这个核心装备 这个Metal Gear Solid 那么在里面 在这个第二部里面 就是这个 Solid State 驾驶这么一个海钥匙啊 非常非常的酷炫 好的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纸品 然后的话我们进行一个对比 然后看一下一个细节 先把它的话先慢慢的放在旁边一点点 因为他纸品的话呢实在是非常的大了 好了 别看只有这个这个 这个九十来块钱啊 那么这个盒子的话 就是他的盒子上面写这个J-Star 然后是61052 那么这个AV-8 那么他是Sea Area 而是这个第二代机 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这个玩具的这么一个拼好 这个状态非常酷 年龄的话是六岁家 本家的话一共是807块 唯一遗憾的话就是里面 其实是没有这个赠送这个小人仔的 那么其实小人仔的话也不贵 两块钱的话 你赠送一个的话我觉得其实也不过分 但是的话这款本身是如此的出色 我觉得没有人知道的话呢 我就可以接受 好 然后我们翻过来 那么这边的话呢 是这个飞机模型 从后面这么一个请看的一个状态 是这样的 然后还有各个角度啊 都是非常非常的完美 那么边上的话也写了一些这个尺寸 这个的话我们也看不清楚 那么他的话呢这个前后的长度是38厘米 上下的话是12厘米 左右的话也达到了28厘米 这么一个驿站 我们看到这个造型非常非常的酷 仿佛就是一条这个大鲨鱼啊 好 那么这个是这个外盒 还有这个内盒 没错 打开之后的话呢 是有两个盒子 那么这两个盒子的话 是长的这个样子 那么是进行一个拼搭的一个样式啊 那么每个盒子里面都有那么这么一些 这个几段积木 然后包装的话也非常的这个用心啊 那么他的话还有一个其他制品 就是在这里地方 这是他的这个说明书 那么拼装的时间的话 差不多是一个半小时 我觉得板件的话 结合度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 来看一下啊 那么里面的描述的话也是很清晰 没有什么就是觉得疑惑的地方啊 那么拼搭起的话也是一个愉快的过程 没有任何的缺件 那么还有一些富裕的零件 也没有任何的损件 那么我感觉的话呢非常不错 看一下 这是这个啊 上面还有一些贴纸 也增强细节 那么后方的话呢 还有一些这个飞机的一些图样 好的 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飞机的话呢 拿过于手中我们来对比一下 那么这边这一家的话呢 就是这个第三封J-Star出品 那么这么一个打的一个钥匙战斗机 这边这款的话呢是个科别公司出品 他们他们的话呢 这个真的是尺寸非常大的区别 科别公司这款的话呢 这个起锣架掉下来 咱们也不能这个 也这样的这个 我们这个地方是插卧于这里 好了 那么这边这款的话呢 他里面都不能做一个完整的人仔 那么这个人仔的话呢 只是一个身躯在里面 他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人形 那么这边这款的话呢 是可以做一名完整的人仔 待会来看 里面做的话 就是那个Snake 就是那个Metal-Solib的角色 那么他们尺寸的话呢 这个我当时看到图片的时候 就一眼爱上了这一款 那么另外的话呢 细节的话也是超多满满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他们的尺寸的对比 下方的话呢 我们也来展翼 我们今天的话主要就是来看这边一款 那么这个的话是他的这个起锣架部分 那么感觉的话呢 构建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这个的话 也不能进行一个回收啊 收纳等等 而这边这款的话呢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还原啊 他的起锣架包括下方的武器 那么前后起锣架都会进行一个收纳 那么翅膀上起锣架也可以进行一个收纳 那么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包括这武器搭载啊 那么都是很怀孕的一个状态啊 这个的话应该是这个oil tank 那么他这边这款的话是更加的怀孕 好了我们先把它放到一旁 我们主要看这边这款啊 好了我们再来这个展望一下 那么这个飞机的话呢 确实我在小的时候看这个这个去外 就是这个真实的谎言 当时的话呢 我也就上六年级 那么是看到里面如此出色的表现啊 那么十把星格把飞机的话架在楼上 以这个角度的话 进行一个火力的倾斜 真的实在是帅呆了 那么这个的话呢 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贼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 也是非常多的细节 唯一的遗憾的话 就是上方这个翅膀这个地方 有很多这个丁丁某某啊 那么如果把它去掉磨平的话呢 我觉得就更好了 那么这个的话也是厂家的一点点小建议啊 那么这个地方如果没有这丁丁某某的话 觉得是这个完美之作 前方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也是完美的环游这么一个造型 那么这个钥匙战机的话 它是可以进行垂直起降 边上的话呢 也可以进行一个模拟 这个地方的话 是可以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移动 就像是这样 也是完美的环游这个电影里面进行垂直起降 那么其实钥匙战机的话呢 是这个英国的这么一架飞机 那么当时的设计出租的话呢 就是为了如果这个机场毁灭之后的话呢 依然可以正常起降 那么在这个美国团队的话呢 也是把这个购入囊中啊 那么进行收纳于自己的部队里面 好的 那么这个是一个简单的外形 我们来往前看 这个飞机的话呢 我也做了一点点的小改造 那么非常小 那么第一的话呢 就是在前方啊 前方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是加了一个这个灰色的一个小道着 使得前方的话呢 是更加提升了这么一个美形度 第二点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翅膀起头架的话呢 我是往前移动了大约是两个这个某钉的这么一个位置 那么之前的话实在是太靠后了 那么还有其他部分的话 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话呢 之前是一个这样一个棕色的一个板件啊 我就把它换成这个浅灰的话呢 可能会更好一些 那么其他部分的话呢 没有太多的改动 好的 我们再来看细节 首先那么前方这个地方是可以把它打开 里面的话是可以乘坐一名完美的一个人仔啊 并不需要把这个胳膊头给他卸掉 是可以完美的在里面进行一个乘坐 里面的话呢 其实没有太多的这个细节啊 那么如果是有一些空间前方的话 是有一些透明的板件 来模仿这个飞机的这么一个操作台 这么一个效果 那么如果大家行DIY的话 也可以放入一些这个小本件 可以把它放到里面去 那么里面之后的话呢 是可以进行一个非常稳劳的一个坐姿的 那么就像这样非常的稳劳 上方的话呢可以关闭 这个地方的话有一点点的小缝隙 一点小瑕疵 但是的话呢 我之前是尝试过把它往前移一点 但是往前移之后的话呢 又太往前了 所以这个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然后在这个旁边的话 是两个这个一展部分 那么边上已经说到过了 这个地方的话呢是可以进行一个 模拟这么一个喷气式的一个移动方式啊 向下的话呢是一个垂直的这么一个起降 然后往后的话呢是向前进行一个行进 然后他的这个这个地方的话呢是可以 因为这个地方的话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一个球形关节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平衡尾翼的话呢 是可以进行一个一个角度的一个调整的 就像这个真飞机是一样的 好我们这个是上方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下方的话我们来介绍一下 主要就是这个起落架的这么一个可玩性 前方这个地方的话呢是可以关闭 关闭之后的话呢是可以完美进行一个卡扣 使这个地方的话呢是可以不会往前这样的移动啊 非常稳劳啊那么他的话是1234 有这个1234四个起落架是可以平稳的放 于这个桌面之上的能不能进行这么一个 降落的方式好然后前方起到架的话呢 这个地方是有两个小仓门把它打开之后 是可以把它进行一个向内的一个收纳 就像是这样轮胎的话呢是交出的轮胎啊 是可以进行顺畅的一个滑动的 是可以把它完美的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收纳的 好了其实你还可以再往前再推一点点 看能不能把它完全的给它收纳到里面去 应该是就到这个角度了啊 是这样的一个收纳方式 然后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可以往下推一点 然后把它的话呢是往回收纳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进行一个收纳方式 好然后这个地方的话是在翅膀的起落架 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收纳 那么真飞机的话呢也是这样啊 那么直接向后啊这样的一种这个收纳这个起落架的方式 好了然后是一些飞弹包括这个响尾车飞弹啊 那这个地方应该是这个drop tag 那么这个油箱 那么在快速飞行的时候呢 可以把它进行一个向下的一个抛路 然后后方的这个小豆 这个小豆的话也是我这个加到上面去的 因为这个飞机的话 末尾是有这么一个小墩在这个地方的 这个飞机的话咱们并不陌生 咱们前方的话已经多次进行测评 包括我曾经测评过1比18比例的 还测评过科比公司出品的一个小比例的 这个版本的话真的是价格非常的完美 不到100块钱包优 而且的话这什么一个硕大的一个玩具啊 那非常值得拿过来进行一个板 或者是一个摆放 甚至是个小朋友们做这种尊式的入门的 这么一款进步玩具的话呢 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好 那么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简短的测评 总的来说的话 这个玩具的话我是非常非常的满意 那么通过看这个官图我购入囊中 并且拼门之后的话呢 没有对他有任何这个失望啊 那么稍微的话进行改造之后的话呢 我觉得是更加的完美 那么之后的话呢 我可能还会再增加一些这个细节 比如说我会把这些地方的话呢 某厅部分全部给换成一些平滑的本件 那么这样的话就增加这个美形度了 好 那么这款的话呢 我真的是非常的满意 那么大家同样喜欢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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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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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